传递港口产业故事 各式各样的印章 姚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有趣的展览 吸引游客来到这里 挑选自己喜爱的图案 盖在纸上 开心收集特色印章 我可以挑自己想盖什么 然后也可以从这空间就知道说 可能这一区是船上物件 然后就有什么样的物件 然后就去想象 如果在船上的话 这些物件是拿来干嘛用的 而且它线条做得蛮好看的 就整体让人觉得很可爱 然后很想要去玩玩看 这样 要稍等一下 因为它船其实 好 这就是你真的撞到谁 基隆内港开到基隆的外港 那因为基隆它沿岸是 以东西岸为主 那东西岸都有非常多的景观 包括会过一场或者是军港 生力其境的体验模拟操船 带游客从基隆出发航向世界 动静态展览中 蕴含丰富的海运和文化知识 那在我们三楼的空间 也非常多的体验 我们有大家其实非常喜欢的 这个开船的这个体验 大家如何办一个船长去做开船 然后不管是你今天出金庸港 或者是入金庸港的一个开船体验 也有非常棒的一些 可能海市的一些文化印章的一个集渣 以及我们所最受欢迎的 这个小小海运人的亲子体验 里面有大家可以现场的机具操作 也会有结合我们博物馆的一个 各区的展览体验 所设计的一个小小船的实习手册 所以来到阳明 不光是你可以看展览你可以玩展览 你还可以有很多的一些体验性的活动 还有大小朋友喜欢的微型积木展 小小的积木堆叠出货柜船等各式船只 还有基隆热门景点 基隆塔振宾鱼港彩色屋 充满无限想象 在我们今年四月份 跟一个在地很重要的 Urblock的积木品牌商 策划的一个港运的微型积木展 最重要是说 它里面结合了 有我们台湾的这个本岛 很重要的一些地标 还有我们基隆在地很重要的地标 比如说像我们的基隆塔 以及我们的和平岛的这个 所谓彩色屋 其实都有在我们这个展览可以看见 还有非常多很棒的一些军舰 很棒的一些货柜轮 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空间所看见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展览 那杨明也推出了一个 客制迷你的一个积木的一个商品 那我们也在四月份有手卖 那只是特别的就是 我们用微型积木去呈现这样子的风貌 那微型积木很特别的是 它必须一个一个临界去组成 那其实你可以更细部的 去了解这样的成品 它如何被架构而成的 比方说著名的101大楼 那你就可以从 你会从基底慢慢的堆叠 都会叠到塔底 那以杨明海洋文化艺术馆为主的话 那你甚至可以感受到 船只是怎么样 从一开始这样慢慢叠上去 更有趣的是你的货柜 你也是要一个 亲手一个一个货柜这样叠上去的 那我觉得它其实非常符合 小朋友在互动的时候 在亲子娱乐的时候 他可以透过这样的做法 来到亲子共乐 还有学习的效益 迎接暑假 想要安排一个 可以消暑的好去处吗 杨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欢迎大小朋友 亲自来体验一系列 丰富的展览内容 记者黄泉山 陈淑平 基隆报道